修正HP SmartTank 670、720、750、790、6000、7000、7300、7600硬表机系列的卡纸问题。 如果硬表机停止静止, 或控制面板上显示卡纸错误, 请依照下列步骤清除卡纸。 检查硬表机中常用区域内是否有卡纸。 首先,检查静止夹是否有卡纸。 取出静止夹内的所有纸张。 取出静止夹。 取出出指甲。 将总伸进静止夹位置的间隙内, 然后拉出双面列印器托板。 取出卡纸。 重新插入双面列印器托板。 重新插入指甲。 重新插入静止夹。 按下OK、确定或Resume、继续。 按钮以继续列印工作。 如果错误持续发生, 请尝试从印表机内部清除卡纸。 先开墨水机门。 取出卡纸。 按下OK、确定或Resume、继续。 按钮以继续列印工作。 如果错误持续发生, 请尝试从印表机后面清除卡纸。 请尝试从印表机后面清除卡纸。 取出卡纸。 关上后方机门。 按下OK、确定或Resume、继续。 按钮以继续列印工作。 如果您的印表机有ADF即自动文件静止器, 请尝试从ADF内部清除卡纸。 找到文件静止器护盖。 取出卡纸。 关上文件静止器护盖。 按下OK、确定或Resume、继续。 按钮以继续列印工作。 静止滚筒上可能累积了灰尘。 纸张纤维或其他碎屑。 因而造成卡纸和静止问题。 从印表机控制面板清洁滚筒。 关闭印表机的电源。 从镜止夹取出纸叠。 按住电源按钮, 并按ColorCopy彩色影印按钮三次。 接着按BlackCopy黑白影印按钮七次, 然后放开电源按钮。 印表机随即开启, 并清洁纸张入镜滚筒。 等到印表机处于闲置状态, 且不再发出声音。 取纸滚筒上可能累积了灰尘。 纸张纤维或其他碎屑。 因而造成静止问题。 清洁静止夹中的纸张滚筒。 若要清洁滚筒, 请准备好长条棉花棒以及蒸溜水或过滤水。 关闭印表机的电源。 拔掉电源线和任何其他缆线。 拉出静止夹。 拉出出指甲。 查看指甲位置的尖细, 找出灰色的橘子滚筒。 用蒸溜水沾湿长条棉花棒, 然后挤出多余的水分。 加棉花棒压住滚筒, 然后用手指朝远离自己身体的方向转动。 施加适当的力道以清除灰尘或污垢。 重新插入出指甲。 重新插入进指甲。 让滚筒静置10到15分钟晾干。 重新连接电源线以及任何其他缆线。 开启印表机电源。 重设印表机以从印表机错误或故障中复原。 在印表机电源开启的情况下, 拔掉印表机的电源线。 从电源插座拔掉电源线。 等候60秒。 将电源线重新连接至墙壁插座和印表机。 注意! HP 建议将印表机电源线直接插入墙壁插座。 开启印表机电源以完成重设。 如果问题继续存在,请将印表机送修, 与HP 联络以了解服务和保固选项。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 索引标签可找到其他语言的HP影片。 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以找到官方HP 支援影片。